一个严肃性的问题 如果站在整个宇宙角度去看 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 到底是快还是慢 在3T小说中 刘慈欣就认为太慢了 相比人类 三体文明拥有八个级别的能力 思想永续 它们可以直接继承别人的思想与知识 文明信息不会因个体的生老病死消失 而是会永存于每一个三体人的脑中 但反观人类意识 却永远都是诱于自我 当一个婴儿孤孤坠地时 其对人类文明发展史是浑然不值的 如果它拒绝学习 就无异于是个原始人 而为了持续保持进步 人类能做的 就是将信息尽可能地记录保存 以便后代能够顺利继承和解读 因此采用何种介质来存储信息 对于人类文明的存序 就显得极为重要 如果你仔细研究过存储介质史 便会发现 每一次存储介质的更新换代 都会带来文明的大变革 在文字出现以前 壁画是古人最早记载历史的方式 在北欧和地中海地区 维京人与希腊人 还会将历史编成史诗 通过歌者的吟唱来口口相传 河马史诗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但要说最特别的记事方式 还应当数美洲大陆上的土著 他们用脸上的刺青来证明 自己战胜了多少敌人 有的部落还会用头发长短 来表示个人荣誉 只有得到了族人认可 才能留到某个特定长度 时间飞逝 到了公元前3500年左右 人类文明终于演化出了最早期的文字 我国古人依次选择将骨头 竹简 丝箔等来作为存储介质 而欧洲人则采用羊皮书的方式 但传播却极为不便 直到东汉菜轮发明了轻便的菜喉纸 才带来了人类信息史上的大爆炸 19世纪上半叶 法国人达盖尔发现 点化银可根据光线的强弱不同 产生化学反应 并能在银的表面形成不同影像 最终借此原理 发明出了银版摄影术 从此人类便抓住了光 没过多久 科学家又发现 将一组连续拍摄的照片快速播放 便能得到运动起来的影像 于是 在1895年 第一部电影诞生 而同时期的爱迪生 通过声音式物体震动产生的这一原理 开始尝试用不同频率来刻录声音 最终 也成功发明出了留声机 时间继续向前 到了百年之后的20世纪末 真正意义上的光存储诞生 我们所熟知的光盘CD DVD 都属于这一类型 光盘上有凹凸不平的小坑 光照射到上面 有不同的反射 再转化为数字信号 从而记录信息 紧接着 到了21世纪的今天 数字存储出现 比如U盘 硬盘等等 它们也成为了我们目前最常用的存储方式之一 而随着如今互联网的愈加发达 云端存储技术也开始逐步成熟 最近 扎克伯格甚至宣称要打造一个元宇宙 一个最大化的云端虚拟空间 在元宇宙的世界里 网络不仅能存储交流信息 还能将我们每个人都化作信息 七神其中 那么 是否越先进的存储技术 就代表着越好用呢 其实 不然 存储技术没有高低之分 而是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 只比石头轻便 但石碑却更加坚固久存 有的存储技术似乎已从生活中被淘汰 但在一些特殊行业 却仍不可替代 比如光盘存储 大部分人现在几乎都不用CD和DVD光盘了 可在重要的保密领域 光盘存储却仍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光盘存储在停止写入后 无法改写 虽不如硬盘能实施更新数据 但却能保证原始内容不被篡改 黑客也无法通过网络入侵 假设未来碰上核战争 电磁脉充能直接摧毁硬盘数据 但光盘却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因此 在军工领域和学术界 都一直使用光盘存储信息 而中国体育彩票也同样如此 每晚8点截至销售以后 题材运营主控中心 都会把当期全国销售数据进行汇奏 刻录在一张无法改写的光盘上 并在不联网的电脑上读取数据 全过程由公正人员监督 从而确保数据的完整和准确 进而保证了题材开讲的公平 公正 在这一情景中 光盘就是完美的存储介质 存储技术之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